DV的內建版型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犬哥網站 我是犬哥 今天這部影片會教大家如何 製作一個瑜伽網站設計 有關於這樣的網站 像身心靈網站 有質感都可以 透過這部影片來學習如何製作 那這部影片我們會用DV主題開始 好 那我們就接續進行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的網站成品 我們稍後會使用DV的內建版型 我們會直接做套用 包括我們如何製作這個網站頁手 然後包括版型我們匯錄之後要如何做調整 那包括它這裡面其實內帶了蠻多特效的 那有關於圖片的部分 大家都可以自行更換 稍後都在教大家我們要如何去進行 它這網站還潛入了一些影片的部分 其實是蠻有趣的 最後往下滑就是它頁尾的部分 那我也會教大家如何去調整 這個版型除了首頁以外 它還有像關於我們頁面跟聯絡我們頁面 這就是關於我們頁面 它一樣版型都非常的豐富 包括像icon等等 我們都可以自由的去做調整 還有聯絡我們頁面 這邊也有表單的部分 我們可以自由的去做應用 還有常見問題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成品展示 好那我們就接續進行 那這邊額外分享 全歌學院裡面有銷售蠻多的進階商品 不論是網課或者是一些電子書工具 目前我們近期有推出這個 Wallplay高手加戰課 裡面會手把手教大家如何從 部落格形象電商一次的製作完畢 非常的完整 跟YouTube教學不太一樣 可以幫助你從0到1 每一步都會教你如何去製作一個網站 這個銷售頁呢 我也會放在下方的連結 方便大家做參考 好那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近期也推出了蠻多電子書的部分 主要就是針對Wallplay最常見的 像是模組要配什麼 跟SEO的觀念 速度提升跟自然的概念 基本上是全方位都教你 Wallplay這個核心點 當你學完了之後呢 你的網站會變得更加強大 好那相關的資訊呢 我一樣會放在下方 接著來看到是自駕網站三要素 通常要架設網站呢 我們都會準備網域 主機還有軟體 那首先看一下網域部分 網域命名呢 我們建議選擇使用簡單好記的方式 然後也可以使用品牌名稱作為命名 或者是你可以用產品跟服務有關的命名方式 然後不要使用中文 再來主機的話 我們可以挑選有公司規模的 這樣會比較穩定 再來呢 它的性能跟功能性 也是我們可以衡量的一個重點 包括方案價位落在哪裡 是不是新手也可以負擔得了 再來呢 軟體的部分 我們會使用Wallplay 因為它是目前全世界使用量最大的軟體 全世界有40%以上都是使用它來製作網站 然後你也不需要任何程式概念 包括它裡面有上萬種主題跟外掛 可以製作非常多種類型的網站 像是部落格 形象網站 電商網站 都完全沒有問題 那我們有了初步概念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前往下一個步驟 其實這一章節呢 我們將要來實際前往到A2 Hosting主機的方案頁面 那我們要前往到A2 Hosting的最快方法呢 就是輸入畫面上的這串網址 那上官網址呢 我一樣會放在畫面這邊 或者是下方資訊欄 方便你使用 那透過這串網址前往的話呢 你可以享有非常高比例的A2 Hosting折扣優惠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喔 好 那輸入完畢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前往 那當你網址輸入了之後呢 你應該就可以看到A2 Hosting相關的畫面 那有關於A2 Hosting呢 我這邊分享了幾個優點特色呢 幫大家做個整理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它的主機速度快 第二呢 就是它的費用評價 第三 主機安全性高 第四 優質的客戶服務 第五 操作介面簡單 那綜合以上幾個優點呢 讓A2 Hosting不論是在國內 或是在國外 都有非常多愛好者呢 陸續呢 跟持續在使用它 進行網站架設 那我們就繼續了解下去 那這段時間呢 我們就來了解一下呢 A2 Hosting的方案費用部分 那我們就直接往下滑 目前A2 Hosting呢 它有提供這四種方案 那我們這邊稍後呢 會針對Stop Up Drive 跟Turbo Boots 這三個呢 進行分析 那這三個方案是 目前比較多人使用的 好 那我們首先先來看一下Stop Up Stop Up其實就是入門方案 它的費用是最便宜的 如果說你是新手上路呢 你其實也可以從這個Stop Up開始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部規格 首先呢 它可以架設一個網站 再來它可以擁有100GB的SSD儲存空間 那100GB呢 其實已經非常夠用了 可以放非常多東西 再來我們看到 它有免費的網站搬家服務 以上呢 就是Stop Up的優點 它在方案的價格上是最優惠的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Drive方案 Drive方案呢 它可以應用在無限個網站 簡單來說 你可以透過Drive方案 架設多個網站 再來它擁有無限的SSD儲存空間 包括它也有免費搬家的服務 然後它也有免費自動備份的服務 那這個就是Drive方案 那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Turple Boost方案 它可以架設無限個網站 那一樣呢 可以擁有無限的SSD儲存空間 但是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它是使用MVME相關的SSD規格 那這個規格呢 相對於原來的一般SSD呢 它的速度表現上會更加優異 那再來呢 它有免費呢 網站搬家的服務 然後免費自動備份的服務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啊 它有Turbo Boots 官方說明是 使用這個主機規格呢 你可以提升至少20倍的速度優化 那當然實際測試如何呢 還是會以實際為準 好 那由於我們稍後會走購買流程 所以我們會先從方案最便宜的 也就是Stop Up開始 所以你今天是新手上路呢 或者是有預算考量的話呢 你都可以先從這個方案進行開始 但如果你今天想要架設多個網站呢 那我建議你可以直接從 Drive 方案做開始 那我稍後影片會先用Stop Up 進行後續的流程示範 好 當你確認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點選下面的按鈕前往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實際進入到後續的購買流程 那這個流程呢 其實很容易 那稍後呢 我會用最白話的方式呢 帶大家走完整個流程 那首先我們看到的是 First Name就是你的名字 Last Name就是你的姓氏 那你知道你自己的英文名字呢 就可以個別填入上去 那如果說你不知道的話呢 我們可以透過這邊有個外交部中翻譯 相關的網址 我都會放在下方資訊欄 方便你使用 在這邊呢 你就可以輸入你的姓氏跟名字 那系統就會幫你做反應 我這邊剛剛已經自行輸入完畢了 那我就直接進行反應 好 那這時候系統呢 就會幫我做處理 那我這邊就個別複製就好 首先我先複製的是 First Name就是名字的部分 回來到前面 鐵桑 那Last Name就是 我們這個 好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Email Email就是你之後會登入到 A2 Hosting的帳號 那Plus Word就是你登入到 A2 Hosting的這個密碼的部分 好 所以我們都可以個別填上 好 那這邊就輸入完畢了 好 那由於它密碼的部分 可能有安全性的把關 所以這邊呢 大家可以再參考一下 好 那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Company Net 就是公司名稱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控著就好 那Country這邊呢 就先用台灣作為翻譯 我直接輸入關鍵字 好 再來看到的是City 也就是縣市的部分 那有關於這邊縣市的部分 跟後面這個State 就是州 還有StriesAdress 就是地址的部分 如果這個地方呢 你不太知道的話呢 我這邊給大家一個工具 那這個呢 就是中華郵政的地址中翻譯 那相關網址一樣 我會放在下方資訊欄 好 那我們這邊就個別呢 輸入自己的資訊 好 那當你地址輸入完畢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進行查詢 好 那這時候系統呢 就自己幫你做翻譯了 好 那我這邊呢 就個別複製起來 這個就是 我們縣市的部分 好 那State呢 就是軸 那由於台灣沒有軸 我們一樣呢 就把縣市的部分呢 都填一樣值就可以了 這讓我們看到的是 就是你的街道地址的部分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就直接把後面的這一串呢 給複製起來 好 進行貼上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再來我們看到的就是 郵地區號 你就可以個別填上你自己的 好 那關於手機號碼的話呢 我們這邊可以加上國際碼 那以台灣來說呢 我們就直接加上886 然後後面再加上自己的手機號碼 然後把前面的零去掉就可以了 好 這個就是手機號碼的部分 好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domain 就是你要申請網址的部分 因為我們有一個網站運行 我們除了主機以外 也要有網址 那網址呢就是人家可以透過網址呢 找到你的網站 所以網址它是必須的 那它這邊呢 目前有兩種選項 第一個呢就是 use my domain 就是使用呢 你現有的網域 那第二個呢就是 create a new domain 就是創造一個新的網域 那我這邊呢 會先用創造新的網域呢 作為示範 所以我就直接點選它 那我們下面就可以申請啊 你自己想要註冊的網域名稱 好 那我這邊呢 已經把想要申請的網址呢 給放上去了 那如果說你的網址呢 是確定可以申請的話呢 其實系統也會告訴你 它說你的網址 目前是可以申請的 然後網址的費用是多少 那這邊呢都是用美元計價 換算大概是300多塊 台幣左右 是蠻便宜的 那這部分顯示的 就是一年的價格 那如果說你今天 所輸入的網址 你想要申請 但是呢 它已經有人註冊了 那這時候你再重新 換一個網址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 第二步網域申請的部分 好 那再來我們看到第三步呢 就是server location 也就是你的伺服器的位置 因為我們的網站資料 會放在伺服器裡面 那你的伺服器呢 如果說跟主要會訪問的對象 它是比較近的話呢 那相對起來 速度連線上呢 也有可能會比較快一些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就針對亞洲地區的伺服器位置 我們做選擇 我們這邊就直接選擇新加坡 那我們這邊呢 主要是針對亞洲地區 它會連線起來 是比較快速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伺服器位置 好 那再來我們看到第四步呢 就是帳單的部分 那目前A2Post提供給我們幾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信用卡的部分 信用卡應該是最常使用 再來就是PayPal 那最後呢就是銀行匯款的部分 好 那我們這邊呢 會先用信用卡作為示範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就個別輸入自己的卡號 然後呢 到期日期 然後最後呢是卡片後三碼 大家都可以自行做輸入 那當你這個付款方式輸入完畢之後呢 接著我們就可以把選項打勾 然後呢 我們可以確認一下總價 那這個是美元 好 那我們換算台幣呢 就大約一千多塊 你就可以享有呢 一年的網域可以做使用 包括呢 你可以出用這台非常優質的 A2 Hosting 主機 那這樣呢 我們在做網站的基本配備呢 大致上就已經準備完畢了 好 那確認完畢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點選按鈕 進行結帳流程 接著我們就看到類似的畫面 那這個就是 A2 Hosting 在告訴我們說 它目前正在幫我們建置主機環境 那主機環境的建置呢 通常會花一些時間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等一下 那每個人等待的時間不一定 所以我們耐心等候這樣子 好 那它這邊有額外提示 就是我們不要刷新當前的頁面 就是讓它可以順利的運作就好 然後它下面有額外提醒 就是如果你遲遲呢 沒有自動做一個導向的動作 那什麼時候會導向呢 也就是說 當你這個申請流程完畢了之後呢 它最後會有一個導向到完成的畫面 那如果說你遲遲沒有看到這個畫面的話呢 你也可以確認一下你的信箱 有沒有收到類似的完成信件 那如果有的話呢 基本上也就是代表說你的A2 Hosting 已經順利的駐用成功了 那就沒有問題了 接著這一張鞋呢 我們就來做一下信件的驗證 我們最主要呢 當A2 Hosting申請完畢之後呢 你應該會看到它寄給你蠻多信件的 那裡面呢 有像是歡迎信件啊 或者是信用卡的一些資訊啊 或者是你的網站一些資訊等等 那我們這邊呢 主要呢 會使用到的信件內容 就是這個網域驗證信件 它這邊也有提到我剛所申請的網域名稱 它希望呢 我立即做驗證 所以我點選 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會列出一些 你當初在申請的資料 那這邊會有個連結哦 那我們就可以點選 類似這樣的連結呢 它就會進行這個網域驗證的動作 好那這邊也告訴我說 恭喜你 你的網域已經正式驗證成功了 它這個主要呢 就是驗證你的資訊 是不是就是你本人的 去做註冊 那有關於 HUIS認證信件的部分呢 大家都要做驗證 那這樣才能夠保障你的網域所有權 那我們剛剛已經把 HUIS的信件呢 給進行驗證了 那有關於這個 HUIS信件呢 它有時候可能會比較晚收到 所以大家可以稍等一下 那不論呢 你有沒有做 這個HUIS信件的認證 那我們接下來講的流程呢 你一樣可以先做進行 它是不會有影響的 所以呢我們再度回到 A2 Hosting的網站 那我們可以看到上方呢 有一個Login 我們進行登錄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可以在這邊輸入呢 我們剛剛在申請流程中 所註冊的帳號 還有密碼的部分 我們就直接進行登錄 好 那我們就會直接進入到 A2 Hosting的介面 那它的介面呢 雖然看起來功能蠻多的 但它其實呢 我們會常用的 就差不多那幾個 那我們稍後呢 都會跟大家帶到 那首先呢 我們要先進入到 CPanel 那什麼是CPanel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 方便我們管理啊 網站 也就是主機後台的一個介面 好 那我們找到類似的按鈕 我們就點選 好 那進來之後呢 你會看到啊 它這邊其實有蠻多工具的 那雖然它都是英文顯示 那我們稍後呢 可以先把它翻譯成中文 大家比較容易理解 所以我們往下滑 我們找到Change Language 好 在這邊呢 我們直接把它改成自己的語言 好 進行儲存 好 那我們可以再回到上一層 好 那這樣子呢 我們CPanel工具的介面 都更換成自己的語言了 那這樣我們在了解上呢 也會更容易 而且更清楚 那我們稍後呢 就會直接透過啊 這個CPanel的介面 我們來架設 Wordpress網站 這當節呢 我們將來透過CPanel 開始建立自己的 Wordpress網站 那有關於關鍵式的部分呢 你一樣可以透過上面的搜尋 好 那我們這邊直接看到 軟體專區的 有一個Wordpress 那我們點選它 那進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 Install 就是進行安裝 然後它這邊呢 有兩種選項 一種是快速安裝 一種是客製化安裝 那我們就點選 Custom Install 客製化安裝 好 那進來之後呢 它這邊呢 可以讓你選擇你的網域的安裝方式 那我們這邊呢 就先用HTTP的安裝模式 那有關於HTTPs 我們稍後呢 會再用另外一個方式把它激活 然後後面呢 就是你的網域 那這邊就沒問題 那接著我們呢 它這邊是Site Settings 就是你可以為你的網站做命名 這網站名稱 這是網站標語 那我們這邊呢 都先維持 因為我們稍後呢 在Wordpress後台呢 也是能夠再去做這方面的修改 接著我們看到的是 Admin Account 這個地方呢 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這個地方呢 你會建立自己的Wordpress的登錄帳號跟密碼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就可以先個別輸入 那User Name呢 是帳號的部分 那Password就是密碼的部分 它也會幫你呢 去做自動生成 所以你可以點選這個鑰匙 它就會自己幫你產生密碼 但是這個密碼 你自己也要記住 大概這樣 好 那我們就個別輸入自己的 好 那再來Admin Email呢 就是你的管理員電子信箱 那這邊就輸入自己的 那有關於後台登錄的這些選項呢 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大家要把這個資訊給記起來 好那我們這邊輸入完畢之後呢 我們繼續往下看 那這邊呢 可以選擇你的Wordpress安裝語言 那它預設是英文 我們就把它改成是中文 然後進行安裝 好 接著我們就等待它一下 好 那這時候系統呢 第一次安裝它會跳出一個訊息 它會告訴我們說 目前有一個Index.php 然後它我們要不要刪除這些檔案 好 那我們這邊就把它打勾 因為原來那些檔案是用不到的 打勾之後呢 我們就再往下滑 找到Install 我們再進行安裝 那我們剛剛已經順利的 把這個Wordpress網站給安裝成功了 那它這邊也告訴你說 Congratulations 就是恭喜你 然後它這邊也有告訴你說 你目前的網站入境 那當然網站前台呢 就會是你申請的這個網址 那Wordpress後台呢 它基本上就是你的網址 然後加上一個斜線WP Admin 這個就是你的後台入境 那它有幫你標註了 那如果說你剛剛在安裝的過程中呢 你發現你沒有辦法順利的安裝 那有幾個可能 第一個呢 就是你所申請的這個新的網域 它還沒有生效 因為網域要生效 通常會需要一些時間 通常時間呢 每個人等待不一樣 那可能會一天至兩天左右 那是因為呢 A2 Hosting 需要把你的網域 通知世界各地的伺服器 讓他們認識加收入你的網域 這樣的網域 才能夠被大家所知道 那但是如果你今天等待了一些時間之後呢 你還是沒有辦法訪問到你的網站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直接跟A2 Hosting客服做聯繫 那他們也會協助你做處理 這個就是搜尋網址呢 沒有看到網站 或者是你剛剛在安裝的過程中呢 沒辦法順利完成的一種可能性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的網域啊 不是在A2 Hosting 申請 你可能是在別的網域上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必須要額外去做一個 DNS 指向的動作 你才有辦法呢 搜尋這個網域 DNS 生效之後呢 然後連結到這個A2 Hosting 的足跡 他們才有辦法串起來 所以大概是這主要兩個原因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一切都安裝順利的話呢 你應該就能夠看到類似的畫面 好那接著呢 我們就來點選一下 這個連結的部分 我這邊呢先前往到前台 點選一下 好那這個就是 Wordpress 預設前台的畫面 那目前是空的 那那個原因是因為 我們還沒有安裝布景主題 當我們主題跟版型套用了之後呢 這個畫面就變得非常好看 好那這個就是我們前台的路徑 那我們確實看到我們的網址 也是沒有問題的 好那再來呢 我們看到另外一個路徑 就是後台的路徑 我們可以點選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到 這個Wordpress 的後台了 但如果呢 你初步登錄的話 你可能會看到一個 A2 Hosting 的一個引導畫面 那這個時候呢 那個畫面你可以點選 就是直接略過 或者是直接跳出 這個他們預設的安裝流程 最後的話呢 你應該可以看到 我類似的這個 Wordpress 的介面 這個才是我們真的要的畫面 那如果你有順利走到這一步呢 也先恭喜你 也就代表呢 你已經順利擁有了 自己的Wordpress 網站 好 這當節呢 我們將來對Wordpress 的設定呢 我們做一些補充教學 那我們一樣呢 可以登錄到Wordpress 的後台 那我們這邊呢 來看一下語言的部分 可以在哪裡做切換 我們可以在左手邊的設定 點選一般 好 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語言的部分 在這個網站介面語言 那這邊呢 你就可以去做調整 那由於呢 我們剛剛在安裝流程呢 已經選擇了繁體中文了 所以呢 它目前是預設 是帶這個紙進去 但如果你要切換的話呢 一樣在這裡面 都能夠自行再做更改 那另外呢 我們可以調整一下時區的部分 你可以對應去調整 好 那這邊呢 就先選擇 UTC 加 8 好 然後呢 我點選儲存 好 那這樣呢 我們基本設定就更改完畢了 那當然呢 你也可以再調整一下 你的網站標題 就是你的網站名稱 跟你的網站說明的部分 在這邊都能夠再做更改 這個就是第一個 我們簡易基本設定的部分 那另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外掛的部分 我可以前往左手邊 點選一安裝外掛 那我們一進來了之後呢 可以看到 A2 Hosting 它預設有幫我們安裝了幾款 它認為不錯的 可以優化速度的外掛 相關的外掛呢 你都能夠參考全各的網站 不論是 YT 或者是部落格 裡面有非常多相關的教學 那相信會對你有幫助 那我們就可以先把這些外掛呢 給刪除 讓這個網站變得乾淨一點 那我們如何刪除外掛呢 首先我們可以先把 不要的外掛呢 先停用 好 那比如說這個我們都不要 那把這幾個呢 目前正在啟用的外掛呢 給打勾 有淡藍色的呢 代表說它目前是正在運作的 我們先把它打勾 然後呢 我們先選擇停用 進行套用 好 那這樣呢 它就是先處於一種停用的狀態 接著呢 下一步我們就可以再度勾選 然後我們把這些用不到的外掛 給刪除 好 那首先呢 這個打勾 好 那這個Akismate 是做垃圾流言防護的 這個我就先暫時留著 好 那其他的話呢 我們都先把它刪掉 點選刪除 進行套用 確定 好 那這樣呢 就批示刪除完畢了 刪除完畢之後呢 你可以刷新一下這個畫面 好 那你就會看到 外掛就變得很乾淨了 那這時候 你在左手邊的側邊欄呢 的功能也會變得非常的簡單 它就不會很亂這樣 因為我們有整理過了 那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再點選控制台 你就可以回到 一個乾淨的列表了 好 那以上呢 就是針對Wordpress設定的 一個簡易教學 這張節呢 我們將來進行SSL 安全性憑證的安裝 好 那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網站前台 左上角這邊有個造訪網站 我用興奮頁的方式開啟 那這就是我們 目前網站前台的部分 那你會發現 我們的網址前面 它會有一個安全性的 這個樣式 那我們點開來之後呢 它也會告訴我說 我目前正在使用安全性的連線 這個就是所謂的SSL 那如果說你今天沒有啟用的話呢 它前面可能就會顯示 一個不安全的指示 那我們這邊如何啟用SSL呢 因為目前 A2 Hosting它預設 當我們在做這個環境建立的時候 它系統已經幫我們自己 給建立完畢了 但如果說你今天這邊 還是不安全的話呢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一樣可以先回到 A2 Hosting裡面的 C Panel介面 那我們在這邊呢 可以在右上角直接輸入關鍵字 SSL 關鍵字輸入之後呢 我們可以找到SSL Status 這個SSL 狀態 好這個是一個前往的路徑 那另外一個路徑呢 就是我們直接往下滑 我們找到相對應的位置 好我們可以看到啊 它是在安全性這裡面 也是一樣SSL Status 我們點選 好一進來之後呢 你會看到目前啊 我這邊的icon 全部都是綠色的 代表說我現在呢 的環境是已經啟用SSL憑證 但如果說你今天是沒有顏色的 或者是你是紅色的 那就代表說你還沒有啟用 那通常呢 因為這邊有非常多的連結 我們基本上一定會開啟的SSL的網址呢 就是我們的主網域 這就是我們主網域的部分 你就在它前面呢 打勾 打勾之後呢 你就可以點選這個 Run Auto SSL 那這個時候呢 系統就會開始幫你呢 做SSL憑證的加密啦 那這個時候呢 可能會需要等待一下下 那它跑完了之後呢 你可能還是要等它生效 因為每個人在SSL的生效 時間並不一定 所以我們可能要稍等它一下 那等到你SSL啟用之後 也生效之後呢 那你最後呢就能夠在網址前面啊 在訪問的狀態就可以看到 安全性鎖頭的這個呈現 那這樣也就代表說你的SSL 已經正式的啟用完畢了喔 那接著呢 我們來取得DV主題喔 因為我們稍後呢 整個網站呢 會使用這個強大主題來製作 好那一樣呢 我們可以開啟新的瀏覽器喔 我們在網址欄這邊呢 輸入這串網址喔 透過這個網址呢 我們可以享有DV主題 蠻大幅度的折扣優惠 那相關的連結呢 我也會放在下方資訊欄提供給大家 好 我們就直接前往囉 好 那進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往下滑喔 它這邊呢會有DV相關的這個方案喔 基本上我們就選擇基本方案就好 就是它的一般 然後我們選擇這個按鈕 點擊一下 進來之後呢 它會直接跳到DV的這個方案頁面 那一樣的DV它有提供 年珠字跟終身版喔 好 那兩個都有各自的好處喔 終身版就是你付一次錢 之後就不用再付錢了 如果說你預算夠的話 你也可以先從終身版開始 會是比較划算的選擇喔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就直接切到終身版去做個範例喔 左邊呢 它就是DV最核心的主題啊 等等的能力喔 那右手邊呢 它還加上一些進階版的一些功能 比如說像AI功能啊 比如說雲端儲存庫啊等等 那這個基本上我們暫時都用不到 那包括我們要節省預算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 從它的基礎方案開始就好 那你就可以點擊這個按鈕 好 那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走它的註冊流程喔 好 那相關的註冊流程呢 你可以參考全歌網站這篇文章 相關文章連結 我會放在下方資訊欄提供給大家喔 這邊呢 是教DV呢 我們要如何呢 去使用 跟包括你的憑證 如何去激活怎麼安裝 全部的流程都在裡面喔 相關的這個文章呢 我們有些時間去做更新這樣子 好 那一樣我們要如何呢 去購買加安尊DV主題 這邊有個章節 我們可以點選一下 好 那差不多流程呢 其實都寫在上面 這邊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確認按鈕 那之後呢 你就可以登入到你的DV後台 我們可以點選右上角 這個買Download 然後把DV的這個主題呢 給下載起來喔 好 下載起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回到啊 你的Wordpress的網站 這個後台外觀 你就把他的這個DV啊 主題包給上傳上去喔 然後點選立即安裝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應該就看到這樣的畫面 就是代表說 你可以正常的去使用DV這個主題囉 而這個畫面呢 其實就是我目前已經安裝了 然後憑證已經啟用了 好 那我這邊呢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憑證要如何啟用 那接著我們前往到後台 我們可以看到左手邊的DV 我們點選SyncOption 進來之後呢 這邊可以看到Update 那你就可以輸入啊 你的Username跟API Key 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要激活評證所使用的 那一樣呢 我這邊教學呢 其實也有寫到 我們這個評證要如何去啟用 一樣就參考上面的流程 那你要先登入之後選擇 這個使用者跟API Key 進來之後呢 這邊有個選項 那這邊呢 就會是你的Username 你就可以回到我們剛剛 所看到的這個地方 把它填上去 好 那接著下面這個API Key 你可能要先自己去生成一個 這邊有個按鈕 點選它之後 它就會生成一個新的 你可以取一個標籤這樣子 然後把這一串呢 複製起來 直接呢 給貼到這個位置 API Key 存上去之後 點選儲存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步驟 基本上我們會完成它 為什麼 因為到時候我們才有辦法 去匯入DV的這個版型 那這個呢 就是如何取得DV軟體呢 跟如何安裝 加激活憑證的一個做法 那這段時間呢 我們來進行 DV基本設定調整 首先一樣 我們可以先往到後台 DV主題如果你安裝好 憑證你激活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 Six Option 我們點選 進來之後呢 這個就是DV的一些 基本設定 那我們稍後呢 也會再完善它 首先我們來快速看一下 Logo呢 就是可以上傳的網站Logo 那它上傳完之後 它會反映在這個地方呢 就可以做更改 那再來呢 就是是否要有固定的 夜守的部分 像我們剛剛這個夜守 它是置頂的效果 如果你不需要的話 就把它關閉就好 那包括它還有畫廊功能 然後包括你的顏色等等 顏色的部分呢 這算是你的基本色票的部分 如果說你今天有 哪幾種顏色會常用 你可以來這邊直接做更改 它這邊還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比如說是否要顯示 部落格的大圖展示 這樣子的 如果有需要就打開 這可能會是應用在這個部落格上 那如果說你的網站 是沒有部落格的話 基本上這個也不用額外設定 它包括這邊有側邊欄 我們側邊欄可能會應用在你的文章 比如說右側的側邊欄等等 如果你有商品頁面 或者是你的分類頁面等等 它一樣會問你 你需不需要側邊欄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是否要使用Google字體 基本我們就打開 是否要顯示這些社群icon 那基本上它反映的是下方 我們看到下方它這邊有四個icon 其實就是對應了這個四個部分 如果說你用不到的話 就把它關閉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你會用到這邊 你可以填上你的網址的部分 那下面這邊就是 我們要在我們的部落格的文章 我們要一次顯示幾片 它預設是顯示六片 這個是分類頁面 搜尋頁面 標籤頁面等等 那下面呢 還有是否要回到頂端的按鈕 可以打開 包括DV 它還有這種比較平滑的滾動模式 然後這邊是 你會懂一些CSS代碼的話 可以在這邊做填寫 它會應用在全站的設定 好 完成後我們就儲存一下 好 接著我們回到前台 我們就刷新 好 那這邊就是 DV的通用設定的部分 那當然它這邊還有一些 性能優化有關 其實我覺得可開可不開 因為我通常也沒額外去調整 好 那我們這邊就把它擺著吧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就會看到 這個算是選單的部分 那選單它其實有三種形態 這個就是頁面 然後分類頁面跟通用設定 好 那它這邊通常就是 我是否要顯示下拉式選單 如果你是想要有一層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關起來 好 那是否顯示首頁的連結啊等等 好 跟包括一些後續的設定 那這邊就是分類頁面 再來我們看到Builder Builder就是你的主題建構器 它建構器可以用在哪些地方 預設它都打開 所以我在文章頁面 都可以用DV的這個建構器 那我會比較建議 DV建構器你比較適合用在頁面 你的文章基本上就用 一般的區塊編輯器呢 就是它們內建去寫就好 不用特別使用DV去做編輯 好 那我們就進行儲存 好 再來我們看到Adfense 就是進階 靜態CSS的生成 這個按鈕呢 有個clear 如果說你今天在設計的時候 你發現啊 你後台更改 但你前台沒有變化 那可能是快取造成的影響 好 那相關快取是什麼 你也可以參考全科網站 裡面搜尋關鍵字應該就找到 我這邊有針對網頁的一些基本的智慧呢 跟大家分析一下 好 那我們這邊呢 你有快取的狀態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點選 它不然你清楚 這樣的話你前台 你就會看到新的畫面了 這邊比較值得一講的 應該就是這個地方 再來我們看到Layout Layout它有針對單一文章頁面的布局 單一頁面的布局 跟通用布局做調整 這基本上就是 哪些地方你要顯示 比如說我要顯示作者 日期 分類等等 評論 好 那如果你用不到的話 你就點一下 它就會消失了 包括說我是否要顯示評論在我的文章裡面 如果你不想要評論的功能 或是怎麼樣 就可以把它關閉 再來就是廣告的部分 廣告部分目前暫時是用不到 所以我就直接帶過 那SEO這邊有一個DV給的區塊 那基本上 我個人習慣而言 我會直接用SEO的外掛 去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我就不太會再用DV這個地方 去使用它的功能 因為我怕會有衝突這樣子 好 那目前這個是整合 整合就是 是否要開啟在我的業手 去增加程式嗎 我的內容 我的上方 或者是單一頁面的下方 這邊基本上都預設就可以了 好 那後面當然就是 我們剛剛所說的評證的部分 好 那以上就是DV的基本設定 那接著我們看到的是 這次我們會製作的這個 瑜伽網站的網站架構 當然架構圖的部分 你都可以隨著你的需求 去做調整 我這邊就先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帶給大家比較容易進入狀況 首先一樣 我們這邊一定會有首頁 加上關於我們頁面 然後服務項目 包括價目標跟聯絡我們 好 那如果說你今天想增加部落格的話 你也可以透過它那個版型 有部落格的列表跟單一頁 都可以直接做賄賂 好 那我們稍後就會把網站架構的業手 先架出來 然後我們各自頁面做各自的套用 好 我們這邊有個基本了解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就進入到版型套用的環節了 那一樣呢 Elegant就是DV它的開發商 那旗下也是有很多主題跟外掛 大家都可以再了解看看 那我們一樣先來到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我一樣會放在下方資訊欄給大家 那這個網址基本上就是展示呢 它裡面其中一個版型 就是做瑜伽的相關 然後身心靈也可以 基本上你更換圖片 更換文字 主要是它的風格 如果你喜歡就可以拿來用這樣子 好 那這邊呢 它有蠻多頁面的 像是Landing 入口頁面跟價目標 關於我們 聯絡我們 這邊很多版型 你都可以自由做套用 那相關的這個參考網址 我會放給大家 好 那一樣呢 我們可以前往到後台 如果我們今天要套用剛剛那樣的版型 我們要如何去做呢 一樣你可以前往到頁面 我們先新開一個頁面 進來點選新增頁面 那接著我們會使用DV去做編輯 這邊有一個按鈕 有DV Builder 我們就點選它一下 那接著它會有三種形式 首先左手邊就是你從0到1自己建立 那第二個就是你可以會預設的版型 那第三個就是使用AI 但我們這邊會使用會預設的版型 好 點選這個按鈕 好 一進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非常非常多版型 那每個版型基本上 你就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譬如說這個我們點一下看看 裡面也是很多頁面 服務項目聯絡我們基本上都有 那這邊它可以展示呢 它的demo就是它的樣式 我們也可以點選看一下 那這個就是另外一種版型 基本上其實很多都很有質感 好 那我們回到上一頁 那這邊就是使用這個版型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用哪一頁 你就各自點選它 它這邊就會切換 你就可以去預覽跟做使用 好 那我們這邊要匯入的是這個瑜伽版型 所以我這邊直接輸入關鍵字 那這邊就可以直接看到 它有非常多瑜伽相關的版型 那我這邊找到了就是這塊 好 關鍵字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點選 進來之後它是一個系列的 那麼這邊目前要匯入的是它的首頁 所以我找到home 那我點選它之後呢 我就直接使用這個layout 點選它 然後就進入匯入的動作 那這樣我們第一個首頁就匯入成功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來看到我們滑鼠移上去 其他很多地方都能夠做更改 譬如說這張圖如果我想換的話 它這邊其實會有分 就是像我這個灰色區塊 它有個框線 其實就是它裡面的 那它的外面這一層呢 其實就是在這個地方 綠色的 我們可以點選一下 你會看到它這邊的layout可以更改 它目前是二分法 就是左邊是圖 右邊是這個區塊 可以把它改成三切分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形態等等 那它最外層呢 其實就是這個 比較深藍色的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點選它的齒輪 它叫做session 它裡面就可以針對 最外層的部分去做一個調整 好 那麼這邊呢 假設我們不動它架構的情況 我只是想換圖的話 我可以在灰色這邊點選它的齒輪 或者是我只能這個圖片呢 我雙擊點兩下 這邊就會圖片會跳出來 像這個時候呢 我就可以自行去更換我想要的圖 那我這邊預設的版型匯入進來 它其實也給我們一些圖了 那這些圖其實就是首頁的圖 那當然你都可以把你的圖給匯入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圖片的部分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更改這個 右手邊的文案呢 其實也是做一樣的事情 比如說我也可以點選齒輪 那進來之後呢 我們往下看 它下面呢就會有個編輯區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更改文字 我可以換另外一種模式 我可以點選text 那這個地方呢在H1呢就是它的標題 它的開頭跟結尾 那這個特殊符號我們都不要動它 因為這個是程式嘛 我們就更改中線這個地方 比如說 那這個就是我做一個簡單的文案調整 那當然下面呢 你都可以再把它去更改 你想要的文案的部分 好那有關於像這邊的字體 我們要如何做調整呢 好我們點選design 那進來這邊 由於是標題有個heading text 好那目前呢 我們H1跟H2是亮著的 H1它目前使用預設字體是這個 可它是英文 所以說如果說你今天要用中文的話 你可能要換一下字體 那我們這邊呢 蠻常用的就是像 這個詩緣送體 或詩緣黑體 其實都還蠻常用的 那我們這邊都先用送體 好那這邊就更改完畢了 整體就會看起來比較一致 包括你可以更改它的重量 比如說呢 我把它改成是比較重一點 當然你可以更改 它的顏色都沒有問題 跟包括它的文字行高跟間距 間距目前是0 所以我可以開一點也沒有問題 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如果說這個文字呢 你看起來是 它好像有點掉下來了 那這邊我們可以做個微調 那我們微調比較快的方式 基本上我們就是更改 它的文字大小會比較快 好一樣我找到這個文字 好那進來之後呢 點選Design 那一樣呢 我這邊會選擇是 Heading Text 因為我要更改的是標題的部分 那目前預設的是70 我也可以把它縮小一點 這樣會看起來比較自然一點 英文字啊 通常都比較大一點 所以我們都可以把它縮小 那這樣我們就做了首頁的 像是我們圖啊 文字更換這樣子 然後再來我們看一下這個按鈕 按鈕部分我要更改一樣 我可以點選這個齒輪 好那我這邊呢 就可以寫立即預約 好那一樣呢 像目前這個文字更改上去 你會覺得怪怪 但是因為字體的問題 所以我一樣可以前往到 這個Design 然後找到Button 進來之後呢 這邊會問我說 是否要客製化 這個它的樣式 如果你不要就關閉 那通常我們是會要 因為它就會套用它 這個版型給我們的顏色 再來就是它的文字顏色 跟文字的大小 這邊大概可以大一點 比如說我裝它16好了 好那接下來呢 就是按鈕的邊線啊 這個邊線的顏色等等 是否要圓角 如果要點圓角 我這邊就可以去增加它值 你就看到這邊會有圓角 好那我這邊呢 先回到預設值就好 那我這邊目前要更改 就是按鈕的字體 那字體的部分 我們就沿用這個 濕源送體的部分 好那一樣我們就把它加出 好那這樣我們其實按鈕呢 就完成差不多 那這邊呢 它還有一些相關的 icon 目前它是一個箭頭 那當然這邊還有很多可以選擇 好那這邊我們可以回到 Content Content裡面如果說你這按鈕 要加上連結的話 你可以來這邊link 把你的連結貼上去 那這邊它會問你 你要在當前頁面的 或者是你要開新頁面的 去做一個展開 都可以自由的去做設定 好完成後呢 我們就確定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首頁的 第一區塊的簡單調整 好那接著我們進行 第二區塊的練習 那一樣呢 這地方目前有標題 拿描述文字等等 大概是到這個地方吧 好那一樣呢 我們這邊可以講幾個重點 就是一樣 圖片我要更換的話 我就是雙擊兩下 然後更換圖片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補充點 就是它的圖片也可以加連結 它像這邊有link 連結我也可以貼在這個地方 那我用新分頁的方式打開 所以它點擊 就會點到別的地方等等 或者是你在當前頁面打開 也都沒有關係 那另外它這邊還有一個特效 點了之後呢 這個圖片它會有暗箱的效果 那目前它可能 因為我在編輯狀態 實際的話它可能會有這個能力 那我這邊先把它關閉 這個就是圖片它的一個能力 它右手邊一樣也是編輯區域 那這個編輯區域它叫做blub 像這樣的工具它就會有標題 像title 這邊我可以設定我的標題 然後更包括了body 就是我的內文 在這個地方 我這邊有打幾下字 大家就會發現它會更改 它是一組 所以說如果你今天想要做這種 標題文字同時都存在 就可以用這個工具 那這個工具 當然還有其他能力 比如說像是圖片或是icon 比如說我加個圖片來玩玩看 比如說我加這個好了 它這邊就會有一個icon 會放進來 那你是否要使用icon 如果說你今天不要 那就把它打開 它就不會有 所以說這個工具我認為 它還蠻實用的 所以有機會大家可以使用 那這邊如果用不上就可以 像恢復或是丟到垃圾桶 就OK了 那關於這個地方它要編輯 比如說像我們的文字 字體顏色等等 一樣我們都要design裡面 那這邊你要判斷的就是說 你目前想要編輯也是標題還是內文 它標題它這邊好像有一支筆 我們可以點選一下 它會自己切換到title text 這個地方就是編輯標題的部分 那目前它是用h3 所以它把它亮起來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更換我們的字體 比如說換成這個四元送體 然後讓它用出的部分 這樣就搞定了 那後面就以此類推 所以說你現在要更改 比如說文字相關的 首先你要分辨的就是說 它是標題還是它的內文 標題就到抬頭裡面 我們要說文字就是text 那image就是圖片的部分 那再來我們可以看到sign sign就是可以更改這個內容的 寬度或高度等等 目前是100% 那如果說我今天想要讓它變得更小一點 比如說我今天可能想要讓它變成是65% 它區塊就會比較小 那我今天恢復成原狀 它就會是100% 這邊有蠻多相關的設定 那spacing就是更改我這個區塊的上下間距 比如說這個區塊它有點太上面 我可能想要讓它下來一點 可以用marketing的方式 top就是它上方 我上方我可以用50 它就會整個被往下推 那另外呢 我們除了marketing 也有這個padding就是內距離 它兩個都是可以控制距離的部分 那這邊就是左邊跟右邊等等 那這邊是邊線啊 相關的樣式 所以樣式部分 你知道design的地方去做調整就可以了 那我這邊額外補充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自己加上一些其他的工具 就是我們可能不想只用版型的東西 那一樣很簡單 你可以看到像這邊有個灰色有個加號 你就可以點選一下 那這邊有個installed model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要的工具都放進來 像dV給的非常多 比如說像這個是折疊功能 部落格按鈕等等的能力 像我剛剛提到這個blub 這個功能就在這裡 包括code action cta等等 功能非常多 那我這邊就先玩玩看 比如說我今天有個折疊的功能 我一點選它馬上就出來 我折疊也可以三個折疊 或四個都可以 它就是一個蠻方便的能力 那如果今天我用不到 其實很簡單 我滑鼠移上去 我點選這個垃圾桶 它就可以把它刪除 那另外呢 有關於dV它的元素都會支援拖曳的效果 比如說我像這個工具 我想把它移到旁邊 很簡單 我就是看到這個一個icon 滑鼠左鍵按折 我把它拉來到這個地方 我就可以直接拖曳成功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還原的話 其實下方它會有一個 很像時鐘的icon 我點選一下 我就可以看到 我之前所做的這個編輯記錄都會存在 那我就點選上一個 它就自己回來 回來之後我就打勾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它是有做這個步驟式的記錄 那這個地方就是這一區塊的調整 那下面其實跟上面那個是蠻像的 所以我就不多加說明 那我們再來看到這個區塊 如果你今天要更改它的背景顏色 我們可以來看看它可以怎麼做 那首先我們要更換這背景顏色 你可能要先判斷的是說 這個背景顏色它是屬於哪一個區塊 它是屬於我們這個基本的小元素 就是灰色的元素 還是它是屬於弱 就是這個藍的部分 那看起來是比較屬於這個弱的部分 所以我點選一下它的齒輪 那我們會看到它目前這個排版 你會發現它其實是左邊比較寬 右邊比較窄對不對 跟這個是一模一樣的 好那我今天要更改成右邊這個顏色的話 它是從上到下去排 所以上面這個其實就代表是左邊這個 我就點選這個齒輪 一進來之後看到背光 我們會看到它顏色是一樣 代表說應該是在這邊改是正確的 那我這邊就會更換顏色 那這樣顏色我們就可以做一個基本的調整 那當然它外面跑出來 所以我可能還要跑到另外它的外層 去做調整等等 那當然相關的位置大家都可以自行再去了解一下 那基本上我們的邏輯就是先判斷了 它這個區塊是屬於誰的 那我們去那邊做調整就可以了 那下面一樣我們都會更改 按鈕的文字來連結等等 那這個我們就不度假說明了 那接著我們來到下一區塊 就是這個地方 那一樣它有標題跟這個五個區塊 那如果說這個標題我想讓它置中的話 我滑鼠椅上來點選齒輪 點選Design 然後找到heading 因為它是標題 這邊有H2 我們就切換 那我們讓它置中 OK 這邊就是靠左邊置中跟右邊等等 我就讓它置中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下方就可以自己去更改文案 那這邊就比較簡單 因為它的文案都是用文字的區塊去個別去做的 所以它這個地方只要去調整它的文案就可以了 好那當然我們這邊滑鼠椅上去 大家會發現一個特別的現象 就是在我們這個綠色這個RAW的地方 滑鼠椅上去你會看到它這邊會有一個距離 代表說它上面是60下面是60 所以我今天如果想讓它們不要這麼多 我可以滑鼠左邊按著 那這個時候我上下滑動的時候 它距離就會變短了 那我也可以實際前往到這個齒輪裡面 找到Design 找到Spacing 這裡面也能夠讓我去做內劇跟外劇的更改 所以它剛剛那個值跟這個地方是連動的 好那這個就是我們這個區塊的調整 那接著我們可以去往下看 那一樣我們這邊要編輯這個區塊 就點選這個齒輪 好那進入編輯文字等等 好那這邊它比較特別是它有個影片的能力 那一樣我可以點選齒輪 然後這個是Video的工具 所以我今天如果要換影片的話 我只要先給它刪除 刪除之後我再加上我自己的影片應該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有個Overlay Overlay就是說 比如說我想要在我影片上面蓋了一張圖 那這個圖你可以自己去選擇 比如說我可以換成是 比如說這個好了 那感覺就是不一樣了 OK好那我就先回來原裝 好那下方也是以此類推 我可以換圖跟下方的調整 下方這個區塊它會有一個這個編輯區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社群吧 我們可以點選這個齒輪 它一樣有個Social Media Follow Settings 這個地方也是DV給的小工具 那當然我可以加號 然後我可以去看自己想要什麼樣的社群 我自己去選擇 這邊有非常非常多的TikTok IG應該也有 YouTube應該也有 那我今天用不到的話 我就可以把它刪除 大概是這樣 好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更改它的內容 比如我點選這個齒輪 好點選Link 我就可以貼上我自己的社群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它點了之後 它就會有一些能力 包括我可以去設計這個icon 比如說我顏色去做更改 好像這邊就有變動 那可以包括我的間距等等之類 都可以做異動 好那其他方我就可以更改 我自己的營業項目 比如說時間地址 影秒等等 那這個地方就是這一塊的操作 那旁邊就是電子包 那電子包我們要處理的 它會比較瑣碎一點 雖然它裡面有提供一個工具 那這個工具呢 本身你可能自己在主機這個地方 你可能後面還要再去串接 信箱發送的部分 那這樣才能夠有效地去做過發送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呢 在首頁透過這個DV Builder 教大家一些比較基礎的操作方式 可以幫助大家去更改首頁這個部分 那這張節我們將來分享一下 RWD響應式設計是什麼 那如果說你還沒聽過這個專有名詞的話呢 這邊我會給大家一篇文章 文章我一樣會放在下方資訊欄 那這篇文章主要就是在講說RWD是什麼 它主要就是跟手機平板 它是支援移動裝置的這個排版 因為我們現在人不只有用電腦 手機常會去使用 所以你的網頁呢 基本上也要去支援這個移動裝置 會是最好的選擇 好那我們這邊呢 有針對RWD它到底是幹嘛的 包括電腦手機 包括尺寸有哪一些 跟RWD的差別是什麼 都整合在這篇文章中 非常的完整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參考看看 好那這樣我們就回來到網站 好一樣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在DV呢 去做編輯的話 好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去調整RWD 比如說我今天這個標題 我想要讓它在電腦平板手機 都是不同的文字大小 好那我這邊呢 可以點選齒輪 一樣呢我先找到 Design Heading 又要更改的標題 它這邊是用H1 好那這個地方呢 我可以往下滑 看到文字的部分 它預設呢 這個標題 它是已經把這種 響意式功能給打開了 基本上這邊會有一個icon 有這個icon的話 你點選一下 它就會有三個圖 第一個圖呢 就是電腦 然後平板跟手機 電腦預設它是52 那它的平板呢 預設它幫我們調成的是 看起來是48的樣子 那如果說我今天往上移動 你會發現它這個文字 也會變大 變小 因為目前我們是 看的是平板的尺寸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手機 好手機的話 它幫我們調成是38 如果說你要讓它小一點的話 就可以讓它變成32等等 好以此類推 當然除此之外呢 我今天我這個文字間距 我也可以調整 比如說我在手機 我想要讓它的間距比較小的話 可以點選這個 然後呢 我這邊可以設成0 那這樣它在手機的話 就會比較靠近 那如果說我今天不想更改的話 我想回復原狀 我就可以點選這個手機 點選完之後呢 它就會回復到正常 那這個時候呢 當我在這邊調整的任何值 基本上它三個裝置呢 都會用一樣的大小 所以說這就看你要不要開 不開的話 是全部裝置都一樣 那要開的話 你就可以個別去做設定 所以說這個就是我們針對 響音室的一個調整 好那再來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它基本上大部分的工具 都支援響音室 比如說我今天這張圖 我點選齒輪一樣到Design 比如說我今天看到它的距離 距離也是很常使用 比如說我在電腦版的話 我的距離是多少 你看它這邊電腦版就是 右邊是複時 然後它的平板 它就是讓它回歸成0 然後手機板它全部都是歸成0這樣子 這樣它就可以把這張圖 在不同的裝置 都可以讓它在不同的位置呈現 所以說這個就是 DV在處理RWD的一種方法 好那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它下方的icon 這邊有電腦跟平板 手機 所以說當你在編輯的時候 也可以自由調整 好那以上就是RWD設計 相關的調整 這樣你的網站在手機也會變得比較好看 我們剛剛已經把首頁基本上的操作 也跟大家做了分享 當你如果都全部改完之後 我們這邊就要做發布跟儲存了對不對 好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點選 它右下角它會有儲存抄稿或者是發布 當然你也不一定要等到你全部都做完 因為做完要一些時間 你在這個過程中 你隨時都可以進行儲存 或者是先進行發布 我這樣子才有辦法在網址 去直接瀏覽到這個頁面 好那我這邊就先進行發布 發布完畢之後我們可以回到我們的後台 那一樣我們到頁面這邊我們看一下 好我們剛剛目前是有發布了這個 但是我們沒有給它命名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點快速編輯 我們就隨意命名 比如說是首頁 好讓我們代稱也寫一下 代稱就是你的這個網址ID儲存 這是我們第一個編輯的方法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點選它之後 進來之後你可以看到它右手邊 然後我們這邊也可以編輯我們的連結 我們點選一下就可以直接更改連結 這右手邊也可以讓你做發布跟儲存 好那我們這個地方 然後由於只是更改它的網址跟發布而已 所以中間的主架構我們不動 目前主架構我們是採用DV的編輯方式 好那這樣的話我們首頁就製作完畢 那我們這邊可以點選一下檢視 好那確實是我們剛所更改的這個頁面 它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 好那這就是我們第一個頁面 那當然如果說我們今天呢 要去調整我們的網站首頁 比如說我們希望我們透過這個網址 我們不要有後面這個home 我們直接搜尋這個網址 就能夠看到剛剛那個首頁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跟大家分享一樣 你可以前往到後台 我們點選設定 這邊有一個閱讀 進來之後呢我們網站首頁顯示內容 我們把它切成靜態頁面 然後靜態首頁我們把它改成 我們剛所新增這個首頁 這是我們自己命名的 完成之後呢我們就點選儲存 好那這個時候當你回到前台的時候呢 你在搜尋你自己的族網址 我們刷信一下 好你就看到呢你的首頁已經呢 正式被指派成功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設定首頁的一個方法 好那接著我們要陸續的 就是套用其他頁面的版型 模式跟剛剛這個首頁是差不多的 那我這邊呢就簡單示範 另外一個頁面的匯入給大家看 好那一樣 我們要如何匯入下一個頁面 我們就前往到後台點選頁面 然後我們這邊新增 好進來之後呢 我們一樣使用dvbuilder 那當然在這個之前呢 你也可以先命名 譬如說我這邊呢想要新增的是關於我的頁面 那我右手邊呢 當然我的網址ID呢 就會去做相關的設定 譬如說我就是about 然後進行發布 好那我也可以先發布之後呢 我再進入編輯都沒有問題 然後這邊呢我就進入dvbuilder 進來之後呢我就點選中間這個 好那我直接輸入關鍵字 在是我手邊瑜伽的部分 好那我這邊呢 就選擇我剛剛所挑的這個版型 它是一個系列的 我們這邊看到about 點選之後我就直接把它匯入 好那接著這個就是我第二個頁面啦 好那一樣我就可以更改我的文字 圖片等等 它是一樣的道理 好那完成之後呢 我可以點選右下角的儲存 儲存完畢之後呢 我再度呢回到後台 進到後台之後呢 我們可以點選頁面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剛所信的 這關於我的頁面 就已經正式出現了 好那我們後續呢 大家就可以各自呢 把自己的其他頁面呢 給匯入進來 好那像我們剛剛還有提到 價目標啊 聯絡我們 這邊我就先自行完成 好 那我剛剛已經把其他頁面呢 全部都給版型匯入了 那我們這邊看起來 還是有首頁關於我們聯絡我們 服務項目跟價目標 我們各自可以點選檢視 好那我們目前呢 都已經順利匯入成功了 好那我們這邊呢 所示範的就是把架構建立出來 那當然呢 大家都可以依據剛剛所帶的教學呢 把各自頁面呢 都陸續的完善 好那這樣的網站架構呢 基本上呢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好那這張節呢 會來教大家如何更換 這個網站logo 還有選單的部分 那剛剛logo 我們有稍微帶到它更換的位置了 好那一樣呢 其實就是在後台 我們在DV這個SynthOption裡面就可以直接更改了 那這個我就不多說 好那我們這邊看到的是 我們logo要如何去製造出來呢 那由於我們目前呢 大多數在製作網站的人呢 他可能比較沒什麼設計的背景 那其實現在已經蠻方便的 有蠻多logo生成的工具 或者是透過AI去生成logo 這個都很常見 好那我們這邊可以來看一下 選個網站裡面有分享蠻多logo相關的訊息 你只要在這個地方 就是搜尋logo 你就會看到很多logo相關的 比如說一些工具 或者是如何挑選品牌顏色 就是跟一些設計有關的 其實都寫得非常的完整 好那我們這邊呢 其實有寫了一篇就是 這個免費logo生成器 有一列的蠻多個 相關資源都在這個地方 你都可以依序去看你適合哪一種 去生產出來 然後就是使用 那這就是logo的部分 那再來我們可以看到網站選單 然後目前我們右上角這個地方呢 選單部分我們都還沒有調整過 那我們來學習要如何去調整選單的部分 一樣我們可以前往到網站後台 我們可以到外觀 我們找到一個選單 我們點選 好那進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都沒有任何的選單 所以我們可以先建立一個網站主選單 這個名稱你可以自有的命名 名稱打完了之後呢 它這邊會有一個顯示的位置 那我這邊呢 就選擇Primary Menu 就是主選單的意思 然後點選這個建立選單 進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左手邊的頁面 這邊我們最新發佈 我們會建議呢 你點選這個檢視全部 你全部的頁面才會都看得到 好那我們這邊呢就把我們這五個 就是剛剛所新增的 全部都放進來 好那我們這邊呢 可以用拖曳的方式去做排序 比如說首頁第一個 再來是關於我們 我排第二個 不項目第三 這個Wordpress它其實很方便 就是它也支援這個選單層級的更改 比如說不項目 我想把它變成第二層 我就把它往後拉 滑出左鍵按著往後拉 它就變成是直選單 非常的方便 好那我目前呢 倒是沒有什麼直選單 我就是全部都第一層這樣 好我就進行儲存 好儲存完畢之後呢 回到前台我就刷新一下這個畫面 那大家就會看到神奇的事發生了 就是我的首頁關於我們服務項目 這邊全部都已經安插完畢了 首頁呢 這邊是沒問題 關於我們 也是OK 關於我們頁面 然後服務項目 然後跟價目表 把聯絡我們 OK 好那這個就是呢 我們透過我們後台這個選單工具呢 所調整我們這個網站頁手的部分 那這段時間要分享的是我們如何呢 調整這個聯絡頁面 好那首先呢 我們可以前往聯絡頁面 那我們這邊有個表單的部分 我們稍後來叫表單如何調整 跟這個Google Map 我們要如何去做潛入 好關於表單的部分呢 我們一樣可以點選上方這個使用 DV Builder 我們去做一個編輯 好那一進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表單的部分 我們先把下面工程展開 然後一樣看到表單 點選齒輪 好進來之後呢 這邊是Contact Phone Setting 好那這個其實也是DV給的這個工具 好那當然你都可以在別的頁面 用這個工具也沒有問題 好那但是呢 表單通常我們就是在聯絡的頁面 會比較常用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啊 它有Name跟Email跟Message 那目前有三個欄位 那我們要各自更改 譬如說是Name 我就可以點選齒輪 我去更改 它這個ID 我們一樣會用英文會比較適合 那Title呢 這邊其實你可以把它改成是姓名 完成後呢 下面它當然還有一些選項 就是它會問你說 你這個欄位的種類 像我們這邊就是一般的文字 那當然它有支援像是 Email的模式跟文字框的方式 跟包括Checkbox 那Checkbox 我可以新增多個都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多選框這樣子 好那這邊呢 就先回來到一般的這個編輯模式 它也可以設定條件 比如說我這個最小 最多要幾個字圓這樣 那是否為必填 好那這邊還有一些 這個邏輯性的這個功能 它會綁定一些條件 那包括呢 是否要連結 連結到應該比較少 主要呢 就會是更改我這個文字的部分 再來就是Design Design就是我的Layout 是否是全寬的方式 一打開就變全寬 包括我的欄位是什麼樣的顏色 這邊都可以自由調整 那我這邊就先回到預設值 那下面呢 就是更改一些像文字啊 的重量啊 大小啊等等 都是一模一樣的 這邊就不多做說明 好那我們回到上一層之後呢 它這個欄位也是可以拖曳的 比如說我想 1秒拉到前面 左肩按折往上移 順序就會更換 就大概是這樣 那我這邊當然也可以新增 欄位框也都沒有問題 那我這邊如果要移除的話呢 就點選這個垃圾桶就OK了 那這個就是表單 它一個比較基本的做法 那我們這邊呢 它也支援像title 就是我這個表單 也可以給它一個名稱 如果是有需要 那如果沒有的話就把它關閉 那包括它是成功的訊息 就是我一發送成功 我想要給它們看什麼樣的訊息 那我這邊呢就是說 它點了它發送成功 它就會出現這個文字訊息 那包括stip in button 其實就是這個 目前是英文 可以把它改成是中文 那這邊就立即寄出 大概是這樣 那這邊email的地址等等 是否要導向到別的位置 比如說導向到首頁等等 那我們預設是可以把它關閉 那這邊就是它一些內容的基本設定 後面就是調整樣式 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這個就是它表單相關的調整 當然如果說表單要順利可以收到信的話呢 可能在主機啊 或者是你的這個email 發信部分呢 也要去做一層綁定 才有辦法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的就是這個go map 我們先一樣雙擊 我們看一下這個工具 它是兩欄的方式 我這邊要更改 應該是右手邊這一塊 地圖 點選編輯 它目前預設呢 是使用這個db 給的編輯能力 我可以點選齒輪看一下 它這邊是預設呢 它可能是透過名稱等等 好那我們這邊呢就先不用 因為有時候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 我們這邊分享了另外一個額外的方式 就是我們直接透過google map 我們去把這個google的地圖給叫出來 好那我這邊呢先開一下 比如說我現在目前呢 是先開google地圖 然後這邊搜尋的是台北101 好那我如何呢 把這個位置呢 去分享到我的網站上呢 一樣我可以來到這邊 可以看到一個分享按鈕 我點選一下之後呢 它這邊呢有個連結形態 跟嵌入地圖的形態 我這邊要的就是這串程式嘛 所以我可以複製HTML 點選一下之後呢 好我回到網站後台 那我可以點選這個架號 好那我這邊呢 想要放入的就是這個程式嘛 所以我看這邊有沒有程式嘛 工具 那目前看起來是有 我就直接貼上 貼上之後呢 我們就會發現 它這個地圖就直接嵌入成功了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方法 其實會比剛剛那個更快 而且會來得更加精準 好那當然 我這邊也可以調整一些 可能基本的樣式 但這邊也沒什麼文字 所以我們就讓它維持預設值就可以了 好完成後我們就把它打勾 好當然左手邊的話 你就可以更改啊 比如說我這個地址是在哪裡等等 好去編輯就可以 因為這邊就是純文字的部分而已 那我們這樣呢 Google地圖就編輯完畢了 完成後我們可以點選右下角的儲存 好那接著我們回到呢 我們網站首頁 我們來看一看 好一樣呢 我點選聯絡我們 好進來之後呢 我們往下看 好我們的Google地圖 確實就更換完畢了 好那以上呢 就是聯絡頁面相關的調整 那接下來我們要分享的 就是我們如何更改網站頁尾 好那首先我們先往下滑 好找到頁尾的部分 好我們這邊所謂的頁尾呢 就是這一個區塊 好大概這個區塊 好那我們如何去更改它呢 一樣我們可以回到網站後台 我們點選外觀 然後點選小工具 好那我們這邊呢 主要會分享的是比較簡單的更改方法 就是更改裡面的工具的模式 好那如果我們今天要更改它的頁尾底端的話 就整個樣式的調整 那我們這邊可能要使用DV的主題建構器 這個部分呢 其實你可以看我Youtube 在之前呢在講DV的影片 其實也有帶到那樣的工具 該怎麼去使用 它可以做完全客製化的調整 好那我們這部影片呢 就不講太深 好那我們這邊主要呢 就是教說這邊的工具 我們要如何做替換這樣子 好那一樣我們先回到後台 小工具裡面 好那我們這邊找到的就是 Footer 頁尾的部分 目前頁尾它預售1到6 我們可以打開1 我們可以看到對應啊 這邊是 Achives 跟 Categories 好你會發現它是對應這兩個 那我們這個部分呢 如果你用不到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把它移除 全部都把它移掉 移除完之後呢 我們就點右上角的更新 回到前台我們刷新一下 好那這樣我的夜尾呢 它就變得比較乾淨 它就沒有一些其他多餘的東西 它就剩下這下面的底端的部分而已 好那由於呢 這個版型它預設其實也給了我們一個區塊 它幫我們建立好了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它充當成夜尾 也沒有問題 好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還是想在夜尾加東西也是OK的 就是你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小工具裡面 你可以點選加號 這裡面呢有很多東西呢 好那我這邊呢就先放了某一段文字 好那我這邊就先打123做個測試 更新 回到前台刷新一下 大家就會發現啊 我這個地方就會剁出我的純文字喔 好那我這個地方呢 一樣我都可以自行呢去放很多東西喔 因為這個就是 Wordpress的區塊編輯器 好像是我可以放圖片 好也沒有問題 譬如說擺一張圖 那我們就放這張更新 好回到前台刷新一下 好大家就發現我們這張圖就跑進來囉 好那除了放第一區塊之後呢 它也可以在我第二區塊 好跟第三 當然可能就是在這邊2跟3之類 它就會慢慢跑出來囉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可以更改 網站業尾內部的元素 那我這邊呢就先把這些區塊給刷除 好完成後呢我點選更新 回到前台刷新一下 那這邊就是我編輯我們網站業尾的一個方法 也跟大家做個分享囉 好那透過以上的教學呢 相信大家應該已經順利呢 製作自己的瑜伽網站 那當然呢 網站的主題呢 你都可以自行的做更換 主要呢是 我們了解DV這個網站製作的過程 跟包括我們如何去更換圖片 跟更換文案等等 這個會是相對比較重要的部分 版型的部分有很多 大家都會自行的去選擇 做出自己喜愛的網站喔 那最後呢 如果你正在學習 如何自家的網站 你可能會需要比較完整的製作方法 從0到1 有人帶著你一步一步呢 完成每一個動作 每一個角落 那你可以呢 參考全科學院 目前有推出一門 Wordpress 高手健安課 裡面呢 非常的完整 我從0到1呢 是完完整整的 去教大家如何做 那邊的內容呢 是比較紮實喔 就是真的可以把你 從0到1呢 直接把一個網站做出來 那裡面呢 我們從部落格型 像電商網站 全部都會教你喔 那相關的網址 我會放在這個地方 跟下方的資訊欄 方便你前往 如果說你今天比較沒有時間 你想要委託 專業的網頁設計公司 幫你製作網站 那你可以聯繫全科數位 那相關的網址呢 我也會放在這個地方 或者是下方 好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教學 希望可以對你有幫助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